来我们回来第二节 其实我就是关了跟开而已 因为我们的时钟是按照这个时钟在报时 它不会因为我休息我就把它按暂停 它就时钟不报时 它是按几点几分报时 然后我只是用这个15分钟来参考 ok 那我先刚开始16分开 所以我知道我大概下一节再加个一两分钟 加到最后我就有一个在休息然后再重来 就从它以15分为单位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机密 或者是什么技巧 不过知道的 那就是你会使用它的机会就会出现 这是中心点 这个的线跟这条线的交叉点显然太高了 第一点在这里 那这叫纸巾 Costco买的 你们会常用到这个东西 会常听到我在介绍这个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笔 它不是一张纸 它是一支笔 你要用它这个笔 这个中心点在这里 然后它有一个斜的角度 所以你这个角度你就可以抓出来 这个叫什么 脖子 脖子 发量 ok 好了脏了对不对 你把它转过来 所以 这两天我的手长弄脏了 大概就是这张纸 原来我用来刮颜料 所以才会脏 那我现在把那个丢了 当我知道有一些困难 或者是有一些缺失的时候 我在下一轮呢 我就 就会把它改掉 这样不断不断的完善你个人做画的这个经验 其实就是在细节上的一个改进 好来再来 再来就是这个头 头 你看这个中心点 头在这里 所以这是直线 那我现在画起来不像直线 所以说我那一点太出去了 我得进来一点 ok 所以呢 这个再过来 这就是这个 画画是不是很简单 就是你的感觉 然后放上去 你创造了 你用你的工具 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 你的指纹一样的东西 那就很好玩 这个年纪我们大概都叫老顽童了 因为一天到晚都在玩 玩色彩 玩泥巴 有人捏陶嘛 我知道我们的 很多画友都在捏陶 有的玩泥巴 有的玩什么 玩营火 玩就是去露营啊 玩营火 玩脚踏车 玩不同的东西 每一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都玩得非常快乐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玩的东西跟昨天的不太一样 不是像工作 像工作 那就叫工作了 我不晓得工作会不会好玩 不过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 自然会去计算大概 你还有泡泡跳跳的时间有多久 有几个十年或者几个五年 几个二十年好了 好 乐观一点 那就会去规划 那这个二十年 你打算怎么样过这个日子 OK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我 我那天讲Squinting 把眼睛眯起来 在上上集我有教Squinting的方法 瞇到你快看不见你的这张照片的时候 然后你瞬间移过来 然后移过去 那个形的位置 是不是很接近 这像卡通里面的火 会冒火的那叫什么忍者 那大概是这样 好来 我们现在要开始 初步的定位 其实这两百天 我大概忘了不少东西 可是但画了第四章第五章 什么 他又回来了 他又回来 回到我的脑海里 大概 我需要用什么 步骤 或者是 所谓的 想法 来定位 好来我先定位中心点 中心点就是这个眼镜的部分 然后呢 他是一个 这样 另外呢 他另外一个中心点在这里 另外一个中心点在这里 好 这个眼镜 跟你想像的不太一样 头发就在上面一点 好 所以眼镜 这个上面的头发 你看我的定位都是 有先有中心点 然后呢 我们叫 数学里面有四个向线 一二三四 这四个向线里面 你会产生一些角度 那因为你一大张画布 你要定一个角度很难 你把它切成四分之一 也就非常容易了 就是让你的思维就简化了 也失误就会减少 失误呢 我们就有容错的空间 所以也无所谓 好 好 定位就不要太大 你就只是定位 好 定位 这个眼镜 是不是会 要再大一点点 好 好 尽量就定个小 没关系 要定大了 你待会要去改这个颜色就脏了 好 要慢慢把它比叉叉 我们来定位脖子的部分 好 这一个 这是中心点 回到这里是差不多它的中心点 所以 大概中心点的二分之一再二分之一 这是它脖子的地方 来 我们把脖子放进去 好 那脖子是其实用叉的是比较快 因为它的面积这么大 好 这一张已经用过了 我们就在里面的这一层 好 在对折 好 那 中心点既然在这里 是不是中心点很简单 你各位 比拿起来 然后这个两个对角线一对 然后这个对角线一对 然后这个对角线一对 然后如果它交叉点就是中心点 这个非常非常容易 你要在iPad你定也一样 所以我们在现场写生的时候 如果你有iPad 它就是协助你可以定好中心点 当然我们会觉得说 这样是公平 那么超 超 超这个图片啊 或者是 其实不然 因为我们都允许 因为我们的模特儿 我们都希望他是业余的 我们希望 分享给更多的人 来画画 所以我们都 都不是找职业的 我们平常也都在画职业的模特儿 我知道职业的模特儿都不能动的 那因此业余就是我们还可以开杠 我们聊天 然后我们很快乐的分享着下午茶的这种时光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就不是一个不会动的模特儿 不会动的模特儿 你就需要有一个方法来让它校正 也就是说你画的时候呢 你可以回到你原来的地方 因为当它动的时候呢 你基本上找不到基尊点 我相信很多人画这个都 你给先画眼睛 哇 画到好棒好棒 然后画到嘴巴 画到脖子的时候 好像有点歪 然后眼睛不能改 也不晓得改哪里 因为那个画很棒的地方 你舍不得去改 所以你不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容错 这就是容错 万一错了 错了没关系啊 因为它面积很小嘛 你要改它也很小 你的错误也不会太大 好像我的笔 全部沾到了一个蓝色的颜料 跟打翻了一样奇怪了 是刚才吗 好 我把它擦一擦好了 各位知道如果手脏了 你不管任何人 你去画画的时候 如果你是手感觉到湿湿的 或者是脏的时候 你就化解画来很很不自在 因为所有画画的都希望你手是干净的 无论你是待会你要做什么 有时候你会吃个饭啊 中途休息一下 这都需要很干净 好了我拿了另外一支的 这个三星笔 基本上不太一样 不过好 这个故事就以后再说 我们把一个暖色的灰灰的蓝放进来 然后加上一点白雾状 这个各位知道我要做什么 因为我要定位 那你知道吗 这个就眼镜好定位 那还有定什么 我跟各位说 这个点就是你的定位点 这个点是你的定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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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你的定位点 然后才是这两个 好 那再这一个再这一个 OK 假设你定完了 这个人像要画出的机会就不大 因为你会随时跟着定位点在做校正 OK 那你看这一个的中心点 我再聊一次 好的 中心点在这里 所以你看中心点滑下来 中心点滑下来 好 那意思就是说 我滑下来的地方 应该在这里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个定位点应该在这个位置 好 然后呢 你把它的物状区带出来 这个颜色是不是很深 是吗 好 那我们呢 这个地方一样 为什么要同样一个颜色跟明度呢 因为我们通常在同一空间呢 就会发现 同一空间里面 它所产生的明度也会非常接近 好 所以我把它移过来 好 那就知道我的明度 我的那个点在这里 好 我需要再加一点这个暖色 而且要一点白雾状 一点白色 那这样的话 我再去定位我的背景 那就非常非常的接近 好 你既然要有容错 就不要 不要把它画到完 你只要怎么样 融到你的背景里面就可以了 你看不出它画的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容错 所设计出来的这个的空间 我们再检查一次 好 这个中心点可以再进来一点 从外面推进来 这个白色不见了 你看它彩度变这么高 好 就我要这个白 因为它那个白色就是属于背景 所产生的 好 然后呢 下来的角度呢 你可以看出来 下来的角度是这样 你要不知道的话 你就可以把笔放在你的画布上 画在你的荧幕上 你的iPad上面 然后再移过来 好 这就是你要的角度 然后把颜色带开 你看这个背景就融在一起 那就蛮好看的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色彩的运出 这个就是空气 我们一下子就完成了蛮多东西 你看基本的定位 然后基本的 这个几个四个角的定位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在想说 我如果这个定这个的话 那我头发是不是定 定得太出去或太进来 那为了要让这个修 比如说这一块我定的色块太大 就用我们现在的背景 或者肤色去把校正大小回来 那这一块是我最后才要放的厚图 所以我就不能先画那一块 我只能先画上面的背景那一块 那我们就把冷色加进来一点点 那加一点冷蓝 这边有点冷红 所以这边就冷蓝 因为我们的设定在这边比较近 这边比较远一点 这个这个叫做artist choice 你永远可以规划你 他画布上不见得会有的东西 但是你可以把它规划出来 一边比较近一边比较远 好我们这一分钟呢我们就休息 这个地方 好我们再做一个物状 这个地方 画布有些 因为有高度嘛 因为有贴子 贴着胶带 所以他就会有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人 跟那一个我们图片里面的 你可以很明显看到眼睛画得太低了一点 OK 意思就是说这一块呢画太下面 那这个就麻烦了 因为它是黑色 所以我们可以事先去把它修正回来 我们下一节我们就来讲 我怎么样去把它修正回来 也就是说在初步的定位的时候 我不小心呢 这个搭笔呢 挥下去了 它的面积过大 那么我怎么样去修正回来 好我们休息